我們今天非常受到大家喜歡的 青春偶像 穿著白色洋裝面帶笑容走秀 Selina 9月才剛跟17年老冬家結束合約 自己成立認真美好進進公司後 首度露面闡述當老闆娘的心情 認當然是因為我信任 然後認真是我的同事想的 他們本來想的是認真工作 對不對 這個不是這很苦啊 我太辛苦 我說我不要 做好心理準備 Selina目前有兩個員工 加上任爸是董事長 因此個人公司更不排除 會簽其他新人集會 我也許很難說啊 是不是有自己的副業 或者是簽一些新人啊 我覺得都是我們 可以去想像跟期待的 當老闆娘後壓力相當大 前陣子演唱會發生 鎖喉倒場事件 聲音出了問題 Selina也看了各種醫生 共鳴好像有一點跑掉了 那我自己是很認真很努力的 想要把這個問題解決 所以我除了找唱歌老師之外 我也有加入一些心理醫師的聊天 目前暫停歌唱工作 休養身體 SH1 三姐妹各自紛飛 卻不搶飯碗 被問到跨年有沒有機會合體 Selina要粉絲們盡情期待 不能講啦 差一點啦 沒有 就是但有生意上門了 記者詹曹晨靈韓台的報導